新疆巴蜀县一个派出所在16号下午遭到了暴力袭击 造成了两死两伤 9名暴徒也被击毙 新华社报道 事发在巴蜀县瑟利亚布镇的16号下午5点半左右 而暴徒持刀斧袭击派出所 致使两名协警丧生 两名民警受伤 发动袭击的9名暴徒也被当场全部击毙 而当地社会秩序也已经恢复 4年来 今年4月份 瑟利布亚镇也曾经发生了一起暴力袭击案件 造成了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死亡 而暗中有6名暴徒被击毙 另外有8名暴徒被捕